其實真是非常難過就是這些 因為在葡萄園做工的一定有 一定有 好,我叫Amy 我在Berkeley聚會許多年 其實我沒有什麼專長 只是有人就是給我這樣的機會 我很感謝 如果是神要我在這裡跟大家有一些分享的話 那我就盡我的能力來分享 我在這裡主要各位都是 他們倆沒有?你們兩位有小孩嗎? 我有兩個男孩,三歲和六歲 六歲 也是男孩? 兩個男孩? 他是一男一女? 沒錯 對,其實我在準備的時候呢 我就在想我其實不能跟大家說一些方法 我們每一個人自己就是從不同的環境出來 跟另外一個不同環境的人結婚 然後有解決不了解決不完的問題 然後剩下許多的小罪人 所謂的許多 有的人有一個有兩個 也許未來不知道有多少 那確實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文化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風氣 所以我在這裡如果你想說我能夠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教小孩的經驗 我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家三個兒子 連養的一隻狗曾經都是公的 所以我們家都是 所以有很大一段時候 我跟著他們這樣子打拼過來 跟他們打拼過來 我連紅色的衣服都沒有 我們家沒有粉紅色 我們家沒有什麼 最暖性的顏色是鵝黃色 所以全部是男性系統 所以如果說我要跟你分享什麼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但是我願意跟大家講很基本的 然後這個題目叫做教養孩童 還不如說怎麼樣做一個好父母 當我們在神的面前 我像現在的話我就比較好講 因為我們都是基督徒 等一下如果有還沒有信耶穌的人來 我可能方向就要轉變 那我們怎麼樣在神面前 真心實意的做一個神的好孩子 我們才真的能夠把神 所賜給我們的產業管教好 那在我們當中最有希望 就是他們兩位 還沒有聲 我真希望我像你們這樣的時候 就有人來這樣跟我講 所以不過很有意思的 屬神的孩子 神一定看顧 所以神就一路一路 在每一個階段 就會給我們做父母的有不同的智慧 有更深一層的智慧 不同的方法來帶領我們的孩子 所以呢 我今天 我是非常老派的 我沒有那些那些那些 所以 好 我也幫你 所以也 我沒有什麼東西 給各位 就是就是經文 這是最 對 對 那個 對了 你們看到我那個標題 在他們跟我要這個 這個 你看到那個新聞嗎 你看到我說的那個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嗎 美國沒有一條法律可以制裁這五個青少年 因為沒有一條法律來定說 你見死不就是什麼罪 所以他們現在 最後我看到的新聞是他們現在要把這個案子 沉到聯邦去看有沒有 哪一周 可以把他們 哪一周的法律拿來運用 所以你說這個世界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真的非常可怕 而且叫人心寒 那這都是從哪裡來 都從家庭 家庭的問題來 因為美國 基本上在學校是不教公民道德的 只教學問 只教世界上的學問 是不教你怎麼做人的 當然他們有一些良好的傳統是很有禮貌 但是那些東西已經不能被 現在已經不能教到孩子 因為現在撒旦魔鬼真是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方法來攻擊我們的後代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一直知道我們這個人在這個世界上 有兩件事是最重要 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可以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認識我們的神 因為認識我們的神是影響我們的永生 第二就是我們的婚姻 婚姻是影響我們個人跟我們的後代 所以就這兩件事情 如果我們求神給我們智慧 當然在目前為止 婚姻我們已經有了 就像剛才我們上一堂聽的 婚姻就是教導我們怎麼樣熬戀我們 成為一個更成熟的人 然後能夠承受天上來的產業 但是呢 神所給我們的孩子呢 我們現在還還可以 各位都還很年輕 那第一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們的孩子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丈夫的 也不是我和我丈夫的 如果各位讀聖經的話就知道 孩子是神所賜給我們的產業 我是管家 當我用管家的態度來 照管我的孩子的時候 有很多不需要不必要的糾紛就沒有了 這是很重要 如果我覺得這孩子是我的 我要他怎麼做我就怎麼 所以中國人就是要律師醫生 工程師 去做音樂家有飯吃嗎 第一件事就是想有飯吃 確實音樂家很難有飯吃 不過就在這種無形之中 我們做父母的把孩子 就一直擠向 只有一條路可以活 以至於像今天早上我帶來的那個媽媽 她的女兒進Berkeley 她的女兒從小就喜歡UCLA 就兩個學校都進了 是優秀的孩子 我問她她不是喜歡UCLA嗎 你為什麼她現在進了Berkeley 她說哎呀我不要她去那麼遠 這個人就在我附近 我說你怎麼還這樣呢 她說我這個女兒不獨立 然後住Berkeley我可以做飯給她吃 因為這個孩子她可能是她的 即便我們是基督徒都會有這樣的 這是邪氣這是從私語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很確定的知道 孩子是神給我的產業 我托管給我 我將來要交账 所以這個責任非常大 所以我剛才說我只能 我只能說教你釣魚 跟你分享釣魚 我還不敢教你 我不能給你魚吃 我們釣魚個人去準備 那你說我要想學釣魚 那那個釣魚魚人 那個魚夫一定會告訴你 魚的性情是怎麼樣 魚釣魚的器具要怎麼準備 你也是還是要準備 所以呢我現在教 分享怎麼做父母呢 我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先做一個 和神心意的人 所以你知道有聖靈的同在啊 不管是什麼講題都是和諧 我今天早上才來 我聽了早上的專題 你看到沒有 他教導我們就是先做一個懂得愛 自己就是一個愛的人 那你才會有愛 後來第二堂專題夫妻也是一樣 就是在講到愛跟神的關係 那現在呢 我們每一個人的每一個人生的階段 你回頭想想 從很小到慢慢大一點 都有的時候是如意的 也有很多時候不如意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不管如意不如意 跟你的聰明有沒有關係 其實你想想看很多人極端聰明 很多人讀書讀得非常好 很多人很有很有小技巧 小技謀 可是他不一定幸福 他不一定快樂 這跟一件事情很有 有很大的出入 我給大家念兩段聖經 不在我列的那個裡面 不過你聽 這是在講主耶穌 在聖經裡面 主耶穌當然占很大的篇幅 但是呢 講主耶穌小的時候的事情很少 我很想知道 主耶穌小的時候是啥德性 可是呢沒有什麼 有一些屬於外面的野史一樣的 有講到一些耶穌 像有一本書是叫耶穌傳 告訴我們耶穌小時候的事 譬如說 他那時候就已經會行一些小神蹟 他會拿一個石頭 一放手就變一隻鳥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姑且聽之 但是有在聖經裡面 好好地記載了有關耶穌的事情 有兩段 第一個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節 你們聽好 他說孩子 那時候耶穌已經 就是講到 孩子漸漸長大 強健起來 充滿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你可以想像到這個小baby 一直長到那個時候 大概三五歲 他們上聖殿的時候 這一段記載 他的爸爸媽帶他上聖殿 他已經會走路了 所以可能五歲七歲 你第一個看到的 想到的是什麼 他長大了 漸漸長大 跟人一樣 然後呢 強健起來是什麼 身體很好 然後充滿什麼 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第二段 在路加福音後面幾節 第二章五十二節說 你再聽 耶穌的智慧和聲量 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 都一起增長 這孩子可愛不可愛 神跟人都愛他 可是怎麼樣 他有什麼不一樣 他漸漸的怎麼樣 他的智慧和他的聲量 還有神和人喜愛他的心 都一起增長 這兩小節裡面 就講到同一件事情 講的兩遍是什麼 智慧 你有沒有發現 哎呀我再看再看 他講到耶穌的時候 就講到智慧 所以智慧跟聰明 是絕對不一樣 聰明是我們的IQ 是我們的父母 是我們生來怎樣 就怎樣 可能我可以用別的方法 閱歷多一點 好像聰明增加 但是智慧是完全兩回事 智慧從神來的 智慧在希伯來文原來的意思 就是說一個人 他和神跟人跟他自己 所能夠產生的 和諧的關係的那種技巧 跟方法 你能稍微再想想 一個人他跟神 有和諧的關係 的什麼樣的方式 他跟人 他跟他自己 所以你發現了嗎 不管你有多聰明 不管這個人有多聰明 讀了多少書 他常常跌倒跌倒很多的坎坷 我看過這樣的人 在Berkeley 聰不聰明 聰明 聲音也好 參加師班 什麼都好 可是就在什麼地方不對勁 他就一直沒有結婚 然後工作 一個換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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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六十幾歲了 一個人 看起來像七八十歲的 因為他沒有人照顧他 我們老一點的Berkeley 人可能都認識這個人 他在回到Berkeley 的時候來看我們的時候 非常心痛 當初是多麼一個 瀟灑的男高音 我們多少女孩子 默默偷偷喜歡他教會裡面 可是就因為 他跟什麼 他很愛神 他怎麼了 他跟他自己一定有什麼 有什麼東西過不去 他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喜帖都發了 在喜帖的最後 有一堂小子說 任何時候可能會更改 所以當他喜帖發了以後 失帖 他說婚禮取消 所以這個人有很大的問題 他不聰明 他聰明 所以這個智慧 是我們唯一能夠使我們 在這個世界上過得順利 過得舒心的很大的一把鑰匙 那這智慧怎麼來 你說我智慧怎麼來 聖經告訴我們 聖經上都有 認識耶和華 就是智慧的開端 所以很多人出讀 聖經的時候就說 什麼叫認識你們的神 我就會聰明 你再說我不認識神就是笨蛋 所以他就搞錯了 聰明 笨 跟智慧兩回事 但是當我們認識那個智慧的源頭的時候 我們可以求 所以雅各書裡面說 你們如果中間有人缺少智慧的 你就好好的求 賞賜萬物給人的 這位不責備人的神 就會把智慧賜給你 我為什麼特別要講智慧 因為我們帶領我們的孩子 如果不求智慧 你一天都走不下去 你信不信 你的孩子一定比你聰明 一定比你聰明 他們的世界就是已經不一樣了 我跟不上他的話 我跟不上這個世界的話 我就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六歲的孩子就可以跟他的朋友說 他們玩的game是我們都聽不懂的 你信不信 你如果讓他玩game的話 所以我們沒有智慧 我們不能夠跟隨神的話 這個孩子在我們的手裡 就是很大的一個可惜 就是浪費 因為我們生的每一個孩子 都是那麼可愛 神就把他托管給我 我們是管家 我們不把這孩子聚為己有 所以我們求神給我們智慧 那我很簡單的講一下 當神跟人 跟以色列人立約 這個約就是我們所謂的舊約 聖經有新約 那他跟他們立的約 當他把他把以色列人 帶出埃及 就是要讓他們得自由 得了自由 能夠侍奉神 而不是得了自由去享受 生活生命 所以當他們出了埃及第三個月以後 在西乃的曠野 神跟他們立約說 我永遠是你們的神 你們永遠是我的子民 然後他頒布律法 透過摩西頒布律法 這個律法的大綱是什麽 十戒 各位都知道 那這個十戒的中心是什麽呢 我稍微講一下 在他們的古中東文化裡面 他們如果有條文的話 最重要的條文都放在中間的 很有意思 所以十戒的最中間兩條 第四條跟第五條 你回去慢慢看 第四條就是你們要守安息日 為什麽守安息日 敬畏神 六天工作 第七天休息 完全歸給神 安靜在神的面前 然後呢 遵守神的教訓 這是愛神 然後後面的六條 是對人的 對人的裡面的第一條 也就是第五條世界 就是什麽 孝順父母 而且孝順父母很有意思 神給我們的誡命 有沒話講的 我命令你這樣子 我給你的誡命這樣 可是 這個第五條誡命 是第一條 神給我們帶應許的誡命 你們要孝順父母 使你們在世的日子 可以長久 這是舊約裡面十戒的原文 可是我給各位的這個是 到後來 新約裡面講的 也是一樣 使我們得福 在世上 日子長久得福 所以 整個神給人的誡命 最重要的就是兩件事 愛神 愛人 如果我們不能愛神 愛人 我們其他很多事情 沒有辦法再繼續 也就是維持現在這個 所以我們求神 讓我們 有一顆 開始敬為他的心 過一個聖結生活 過聖結生活 追求認識他 我們懂得愛神 愛人 我們才把這個神的 神給我們的律 完全新出來 那 愛神 今天先放在一邊 我們先講愛人 愛人 從哪裡開始啊 從家人 然後從父母 我們一定要孝順 那我跟你說 你要跟你的孩子說 孝順媽媽 他們不懂什麼叫孝順 美國英文沒有孝順這兩個字 只有 honor your parents obey your parents 可是我們中國人的孝裡面 那個孝道是 非常 非常 溫暖 非常 深奧的 孝者順也 就是順福 就是順福 所以我們怎麼樣叫我的孩子 你要孝順我 沒有辦法 那有一個辦法 就是我做一個孝順的人 我孝順我的父母 我孝順我配偶的父母 當我的孩子們看到我孝順的時候 他們從小看 他們就懂 很簡單 我們中國人其實很多東西都已經有了 那個小孩看到媽媽把那個破碗給他 給他公公婆婆吃 記得嗎 給他婆婆吃個破碗 那個小孩說媽媽等將來你老了 我也把一個這樣子的碗給你吃 因為他不覺得這是不好 他以為這個破碗就是給老一輩的人吃 所以我們怎麼樣孝順我們的父母 更重要我們怎麼孝順我們配偶的父母 我們結婚以後就四個父母 真的 常常我聽到年輕人說你爸怎麼樣 你媽怎麼樣我就很難過 你爸你媽關你什麼事 他爸他媽關你什麼事 這就是你的爸爸媽媽了 那父母現在不在身邊 你做不到給孩子看每天一個電話了 或隔一隔多幾天一個電話了 你對父母的態度了 你知道很快你就會收到甜點 甜頭很快就會收到成果 那個我不知道這是我自己經歷的 當我的孩子長大的時候 他們真的是用我怎麼孝順我的父母 我的公婆來孝順我 我才知道他們就看到 現在老大老二結婚了 老大的岳父得血癌 五年前已經患了血 現在維持住 但是隨時可能 他們說那個血患了以後 只能五年 老二的岳父呢 是 骨癌 已經有一點點擴散 可是也被控制住 那他們兩個呢 就 老二呢 因為是在San Mateo那邊上班 所以他們就 這個爸爸也 也年紀不是很年輕了 所以他們就搬回去 他們搬回去跟他父親住 那我老二就問我 他先結婚 已經結婚三年多了 他就問我 我說當然喔 我說我和你的爸爸都很健康 我們也不需要你們現在 你們孝順我們 我們知道 可是你這個時候 應該去孝順你的岳父 你孝順你的岳父 我 神一定悅辣你 他們非常的孝順 他們讓他的岳父 得到很大的快樂 所以呢 他的岳父很開心 那個病就 越來越 越緩和下來了 老大呢 也是 那個時候還沒結婚 他是 一年半前的 冬天結婚 那之前 他就每天下班 去照顧他的那個 女朋友的 爸爸 因為 那個 是爸爸嘛 很多住院的時候 一些身上的事 他那個女兒 不方便做 所以呢 就 我兒子就去做 所以等到後來 他們結婚了 那個 我們親家一起 有一次一起 來Berkeley吃飯 臨走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那個 那個親家說 我能為你做什麼呢 除了為你禱告 我天天為他們禱告 他說 你能為我做的就是這個 他就抱著我兒子 你知道 我看到我的孩子 孝順他們 他的妻子的 父母的時候 我心裡真是 真是非常非常的安慰 然後我 我的媽媽是 今年四月過世 那 過世之前 這四五年 他有一半時間 跟我們住 後來的兩年呢 他就去住到老人院 因為他已經 需要人二十四小時照顧 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 可是我們每天都去 去看他 很捨不得他這樣 跟你沒辦法 結果呢 跟我們住的那段時候 我媽 我媽有的時候 哎呀 老人就會 跟我尿的時候 我就 哎呀 我們有 搞不來 我那個老三就會說 你去坐著 然後他就去弄他的婆婆 他們跟我媽非常的親 所以我媽就很聽他們的話 那就讓我 減少了很多的 burden 那 我從小就跟三個孩子說 你們孝順 你們的阿公阿嬤 公公婆婆 就是孝順我們 你們要孝順 各代 我可以叫他孝順 我的爸媽 我的公婆 我沒辦法跟他說 你要孝順我 對吧 很難講 可是當我們這樣子做的時候 他們學到 我看到他們是這樣子一個 愛他們 他們約父約母 然後我的媳婦看到 對我當然沒話講 常常我們在一起感恩節 或什麼 在一起玩 我就跟他們分享一些 我的媳婦 有一天分享完了 我就在洗碗的時候 她從後面這樣都抱我 我知道 我跟我的媳婦的關係 沒有問題的 這一生都沒有問題 他們 他們兩家 住這樣子的情況呢 有的時候說感恩節 聖誕節 要在誰家過 對不對 我說你們 只要讓你們的 越不越不高興 因為他們還在做一個生意 所以他們只有 感恩節只有禮拜四休假 禮拜五又要做生意 OK 我們去 我們家天天都可以過感恩節 所以我們不曉得從他們結婚以後 就開始禮拜五過感恩節了 其實你知道 現在跟你們講這些 不覺得 因為你們孩子還小 可是我們可以有一個胸襟 我常常求神 讓我不要霸佔我的孩子 或者覺得應該怎麼樣 你知道 當我讓他們這樣的時候 他們回來的那種感恩的心 跟我們自己快樂的心就更多 因為我常常聽到有那個媳婦說 我婆婆好像有一點很說不出的妒忌感 你懂嗎 她覺得她的婆婆總要抱著這個孩子 好像變成她婆婆的 我就常常跟他們說 你放心你的孩子永遠是你的 你公婆 你不要跟他有那麼爭這個孩子的心 永遠 你反而要你的孩子去孝順她 不然你的生活裡面永遠都存在一種 一種競爭裡面 你很痛苦 孝順 我們用所有各樣的智慧來孝順我們的父母 帶著我們的孩子孝順我們的父母 你的婚姻生活 你的跟孩子的關係會越來越好 那孝順我們到這裡為止 第二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 怎麼樣做一個妻子 所以你們剛應該來的 你們剛如果來我現在就不用講 剛才Teresa跟David講得真好 夫妻知道 夫妻知道我們做妻子的 我放眼看 我們本可以學生也好 訪問學者也好 年輕的住在這裡 妻子大部分都比丈夫聰明伶俐 口齒又清晰 講話又快 通腦轉得快 你知道 當你一跟丈夫有就算溝通 你都是贏的 可是我告訴你這不會快樂 神給我們一條路 我剛才要跟大家再講的就是 當神給我們那個約的時候 基督徒在摩西五經裡面 他們叫妥拉 妥拉是什麼意思 真正的意思 妥拉就是直 有三重意思 直 社 跟教 直就是直千求的那個直 社 教就是教導的教 直社教都有一個什麼目標的 都有一個標靶 你要丟東西 你要什麼 有一個 也就是說 他引申出來的意思就是 引導我們走一條正確的人生路 這個妥拉 你去看摩西的六百多條律法 總結起來是十戒 十戒的中心就愛神愛人 就是教我們走一條正確的人生路 做一個妻子做一個人 你是什麼樣的職份神都教了 願意聽的人就有福的生命 跟一生 妻子就要順了 沒話講 聖經上說 你們做妻子 要順服你們的丈夫 我不知道 新來的兩位是基督徒嗎 你們是基督徒 那我就可以大聲講 如果有還還不是很 我就要稍微緩和一點 神說我們要順服我們的丈夫到什麼地步 如同什麼 順服我們的主 那很清楚知道 我們連順服主都不順服 我們怎麼順服我們的丈夫 所以命令就是命令 你要你孩子做的事一定是對他好的 所以他不一定喜歡 你要他吃青菜吃這個吃那個 他就喜歡吃冰淇淋跟糖 但是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喜歡順著我們的性子去做 但是神就是叫我們順服 沒什麼道路 他也沒寫 我怎麼樣看都沒有看到說 妻子要順服那能幹有能力的丈夫 沒有 有錢的丈夫沒有 強壯的丈夫沒有 就是順服你的丈夫 所以我告訴各位 我們的聰明可能勝過我們的丈夫 我們世上的那個能力 可能比我們的丈夫強 但是我們要順服他 這個順服裡面 不是像奴隸一樣的順服 他叫我幹嘛就幹嘛 而是包含的是極大的尊重 尊敬 我常常聽到那個小孩 因為我是老師 然後我教主日學 我常常 我現在講的不是我們現在生命堂的 生命堂就那麼十個孩子 我不會拿那個做例子 我以前看到那個小孩 怎麼跟他爸爸說話 他的媽媽就是跟他爸爸 我看到睡覺我心痛的很受不了 那個小孩說 爸你就是沒出息 我們可能不敢 我們可能不敢這麼說 但我們心裡面有沒有這樣想 我常常說 耶穌是講奸淫 你看到女人就動了一面的 就是犯了奸淫的罪 那姐妹跟我一起查經 就說女人不會 我說女人怎麼不會 女人看到別人的丈夫 會蓋泥巴就罵自己的丈夫 女人看別的丈夫開Benz 就說自己丈夫沒錢買好車給他 女人看到說那家丈夫多好的 你就是犯了建議 因為你貪亂貪戀別人的丈夫 所以你的孩子也會跟你一樣 下意識 你對你的丈夫輕蔑的時候 孩子就會有那個態度 所以我們對我們的丈夫 要說順服 照著神的教導做 當然我們一定是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溝通 意見不同沒有問題 好好的講 但是最後是丈夫做主 我告訴你 你不要覺得不公平 丈夫做主 神將來要跟他追討 因為他是這個家的頭 你如果做主做錯了 你的一家都走向錯的方向 神要跟你的丈夫追討 不跟你追討 你看亞當夏娃就是這樣 神跟亞當追討 你沒有盡到一個做丈夫的責任 所以順服 順服真是重要 當我們懂得順服我們的丈夫的時候 我們的孩子很自然就懂得 順服他們的爸爸 家裡就沒有那種tension 那神教我們每一個做丈夫 做丈夫的就是要愛你的太太 你要你的孩子聽你話 是順服的孩子 你越愛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就越聽你話 很奇妙 對不對 我們這裡有兩個活的見證人 他們一定是彼此非常相愛 做給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世世代代都是這樣 做丈夫的看不起妻子 那就很糟糕 我跟我們 你們都不認識的很 就是稍微有一些距離的一家人 他的兒子十四歲十五歲 得了被diagnosis出來是精神分裂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 可是他的媽媽非常愛主 他的爸爸也是說是基督徒 可是我長期這一年聽起來 他爸沒有重生 但是呢 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這個爸爸從一開始 他比他的這個太太大了十九歲 所以呢 他對他太太的講話 他對他太太的態度 就是把他放得很低 然後過去的七八年都沒有同房 各睡各的房間 這個小孩子發病是在一年半以前 當他最厲害的時候 他打人是打他媽媽 他不敢打他爸爸 他就這樣一拳把他媽媽 他媽常常晚上跟我最後說 我們禱告完就睡覺 我今天死就死吧 因為他雖然把刀啊 什麼都收掉 可是這個孩子已經十四歲的男孩 這個爸爸溺愛這個孩子 然後對他的妻子 所以當這個孩子 半年大概五月份的時候 大概四五個月了 發病到一個地步這樣子 在家裡要打的時候 他媽沒有經驗就報警了 911就把這孩子送到醫院 送到醫院就送到 San Jose的神經病院 在那個神經病院裡面 全部都是青少年 全部都是有自殺傾向 而且很大一個部分是我們中國人 我告訴你很可怕 不進到那個圈子你不知道 報紙上偶爾報一報 你不覺得不關痛癢 告訴你我們中國人要自殺的孩子 超過美國人 這個壓力實在太大了 後來呢 進到那裡以後給他吃藥 我講過吃了一種藥 副作用就要吃另外一個藥來壓 然後又吃了七八種藥 這孩子就變呆了 好像不發病了 可是就是個呆子 然後那個看他的主治醫生 看了幾次以後 把這個爸爸叫去 臭罵了一頓 說你這個孩子今天變這樣 當然也有基因的關係 也有各樣關係 可是你跟你太太的關係 絕對是錯 哎呀很奇妙 神讓一個基督徒的醫生 來打罵這個爸爸 這爸回去就好了 乖乖的把那個衣服什麼 都搬回房間 跟他太太睡一個房間了 可是是不是有點太晚 然後漸漸的就發現 這就講到另外一個 這個孩子真的有邪靈攻擊 因為他們有破口 所以呢 我就 我跟他們引爆的就是 我天天為這個孩子祷告 祷告到很沉重 我常常覺得這個心口痛 因為我就是宣告 主耶穌你就是捆綁了撒旦摩尾 一定要趕走他 這個孩子 所以現在這個孩子 進到一個基督教的學校 已經轉了三個學校 第四個了 這個基督教的學校呢 從校長到下面 都是很好的基督徒 然後這個孩子 四個月到五個月 他媽是出了精神病院 就再也不讓他吃藥 所以他在慢慢恢復 慢慢恢復 一下很快樂 很high 一下就很low 這精神分裂兩極 就我們這樣一直禱告 最近 最近他媽就說 我大概兩個月前 我跟他說有一種腦波 腦波的治療法 你可以試一試 他就去問在他家附近有 他們試了大概六次的療程 一直禱告 就這孩子慢慢慢慢跟他媽說 我是有罪的人 他說我要認罪回答 然後呢 每天早上讀聖經 背聖經 開始做一點點功課 他每一天早上 就會給我發tax 噔噔噔噔噔噔噔 因為他寫很長 他那個一噔噔噔 我的心就沉下去 因為一定有事 後來大概十天前 他跟我說 我的孩子漸漸穩定 我如果不給你發tax呢 表示他很正常 自己願意去學校 他差不多十天沒有給我 當然我繼續為他禱告 我因為他這個媽媽是負了很大的風險 這個孩子是minor 你不給他看醫生 如果出了事他法律要追究 所以他說一定要禱告求生靈命 我不要他吃藥 現在呢他好歹有這個治療法呢 他可以通過這個 他幫媽媽至少負責 對吧 所以他一個精神分裂症的人 將來我就跟他媽說 你好好倚靠神 神要用你 因為你一定會要被很多 有這樣子情況的家長 需要你的幫忙 你們都不知道他怎麼樣靠主 爬過來 真的是爬過來 他常常徹夜禱告 哎呀這一個做母親的心 但是呢我不是講到這個 主要的就是一個做丈夫的對 對妻子的態度 影響孩子太深 你要你的孩子懂得愛你 懂得愛人 你一定要愛你的太太 怎麼愛太太回到聖經 要愛自己的身體 保養顧惜 要不要告訴他 所以 然後講到我們做父母 第一最重要的孩子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我的私友的 我要他做什麼 我常常聽人媽說 不行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是你媽 就是我說不行就不行 這行不通的啦 因為你每天講這樣的話 沒有用 所以每一次碰到沒有用 碰壁的時候 就禱告神 你給我智慧 也沒有人教我怎麼做母親 我就是每天求智慧 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智慧 可是很多時候works it really works 最重要你從小就讓你的孩子 知道你愛他 不管他什麼樣 所以你罰這個孩子啊 跟你愛他是兩回事 他做錯事 你怎麼罰他 這是你們家的事 我不管 不聊 你怎麼罰他 罰過了 回頭你就要跟他和好 抱他 說你做的真是一件傻事 對你將來不好 對現在不好 對弟弟妹妹不好 對誰不好 可是媽媽真是愛你 你要讓他確定你愛他 很多時候小孩子到了十歲以後 就不跟你講心事了 可是呢 我的孩子 老大三十四歲 老二三十歲 老三二十六歲呢 我知道他們的心事 第一他們逃不過我 他們講話的聲調我就知道 我說有什麼事 然後呢 最重要的 他們當他們有什麼事 他們就說媽你幫我禱告 他們知道 所以他們要我禱告是 就是他心事 我會不知道嗎 我一定知道他們的心事 可是我絕對不去 我求神幫助我了 我還在學 怎麼做一個成人的母親 他們是 又是我的孩子 又不是了 他們是成人了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家 所以呢 我為他們禱告的 這個是從小來的 你一天五分鐘都沒問題 你就把他們安靜下來 這五分鐘跟他們讀經禱告 家庭祭壇是多麼重要 你就是 他可以不洗臉去學校都沒關係 可是一定要讀經禱告 若來不及 不能 不能沒有 你就把那個時間 就 就死死的空在門 所以我的孩子小時候他們很喜歡 那個寫 七點到七點五分 折床 七點五分到七點八分 梳頭 七點八分的什麼什麼什麼的 可是他們一定是 七點十五到七點半 讀經禱告 Bible reading 我們就坐在那邊 所以 老大七歲 老大八歲 老二五歲 老三三歲 他們那同一天 認罪悔改 接受耶穌 流著眼淚 那個時候我還不懂 我說你們打開你們的心 接受耶穌 兩個小的還不懂 老大就說媽 我怎麼打開我的心 哎呀我也不知道 怎麼打開我的心 你會說嗎 你會告訴他們怎麼打開我們的心嗎 其實就是說 打開我的心就是 耶穌你來陪我走 天天陪我 就是打開我的心 那他們就懂了 那時候我也不懂 我就說 我也忘記我怎麼回答 然後 就是這樣帶著他們 我們也會爭吵 我們也會有意見不合 但是 在主的裡面 神就一直一直的 彌補我們 然後我們做父母的要道歉 我到前兩天還在想 我對我老三 他的個性是最膩的一個 所以我們罰他 跟他 跟他 牛啊 最多 我前兩天還在想 那什麼時候我講過什麼話 傷害他 我要 因為我們隔一陣 我就會問他 媽媽有什麼地方 爸爸有什麼地方 讓你們不舒服 如果 他們講得出來 確實有 我們就跟他們道歉 如果什麼 是有理由的 我們就跟他們講 所以我的老大 進大學的時候 就跟我先生說 你 你不公平 你一國兩制 他當然不是講 一國兩制 他沒有那麼好的中文 他說你不公平 因為我不能的 弟弟現在都能 我先生就跟他說 我承認 因為你是我第一個孩子 我根本沒有經驗 我從你身上學到 有一些事情 可以對弟弟這樣 他小的時候 下車把門一門一關 壓到弟弟的手 我丈夫就 啪啪就打他的頭 你知道嗎 後來為了這個 他就去跟他兒子 鄭重道歉 他說我就是 被我爸爸這樣教的 因為我打破一個碗 我就被打 我弄壞一個東西 我就弄壞 那阿公我就說 我不小心 阿公說不小心 不小心從哪來 就是不可以讓你不小心 你懂嗎 所以他不小心把弟弟的手壓到 那當然是揍他 後來他爸爸正式跟他道歉 他說過了 我也都不太記得了 沒事 然後呢 他到大學 我們才給他買了那個 cell phone 他第四歲的弟弟 那個小 不是四年級的那個小弟 又要打球 又要做什麼時候 要聯絡我們接送 我們也給他弄了 他說為什麼我到大學才有 他這個時候就有 我們時代不一樣了 你四年級的時候哪有cell phone 而且你媽就 就整天接送你捧在手上的 你不需要 所以小孩子會有 但是我們很誠實地告訴他們 時代的不同 各方面我們跟他們道歉 就過去了 不要讓這個成為他們 將來帶入婚姻的一個 一個很不好的一個傷害在裡 所以 再來 我們一定要讓我們孩子做事 你做嗎 做家事嗎 做家務嗎 你們很小 兩歲就可以 他只要會走路 幫你丟尿布啦 他自己的臭臭怎麼弄啦 什麼 我就看了一個報導 說 美國 我也不太知道美國小孩是不是 不過我常常看我們家鄰居小孩 比那個垃圾桶還矮 就在那邊推 就有一天那個小男孩 吹吹吹吹 那垃圾桶 砰一倒倒在他身上 他就大叫 他媽看看也沒什麼 先來 再推一下就好了 因為那個馬路是斜的 他往上推 所以 他幾歲啊 好像才二年級 我們的二年級在幹嘛 學鋼琴 小踢琴 踢球 下棋 你說吧 奧術 writing reading 什麼樣的課都有 我就看那個爸媽 像瘋子一樣的 禮拜六 明明禮拜六 我們小孩子 從來不上中文學校 因為我要他們 上中文學校跟我玩 所以他們從來不上中文學校 可是他們進我們家門 就是跟我們說中文 所以他們到現在 中文說得很好 可是他們是文盲 因為我不教他們寫字 我想你會講 將來你喜歡 你要學寫很容易 你連講都不講 你那個文化什麼都沒有 就不行 所以他們跟我們講 我最後一次帶他們去 2010年回台灣的時候 人家請我們吃buffet 我再跟人家講話 他們就過來三個人說 媽媽我們想吃那個dessert 哇台灣的buffet 真漂亮 那個dessert 玻璃的 裡面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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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自己拿這是buffet 他說我們拿不到 我說怎麼會拿不到那麼大 我就跑去看 那個玻璃是這樣 然後上面寫了 門在後面 你要走到後面去開門 拿dessert 好吧不認識字位 沒辦法了 可是呢 我們每一個禮拜六 上中文學校的時間 他們就跟爸爸打球 跟我們 我們就是玩 就是玩 就是玩 所以你到今天 他都是跟我們說中文 不會 他不會那個忘記的 但是你把他送去中文學校的孩子 我發現 送去三個鐘頭的 Berkeley的 Fremont的 回家跟爸媽說英文 所以我是教中文的 我就跟我的家長說 你們如果花這些錢 要我教你們孩子中文 你們回家跟他講英文 我就不教你的孩子 沒有用 我說你就不要浪費錢了 而且我們的破英文 為什麼要教給他 讓他們去學校學好的 所以我的孩子 老大跟老二 第一年第二年都是上ESL的 我就跟他們老師說 他們只會PP跟Water 進學校的時候 因為這最重要 其他都一概不會 老師說 教英文是我的責任 教中文是你的責任 美國老師 不要讓你的孩子覺得 我一定要讓他很小就學會英文 沒有用的 所以 講到哪了 怎麼講到學中文了 教小孩其實就是啦啦渣渣 我就跟大家一些分享 還有呢 講到玩 對 你要跟你的孩子 玩他玩的 吃他吃的 做他喜歡的 你才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將來才有話跟他講 因為十歲十二歲以後 他就不跟你講話 因為最 他最吸引他就是他的朋友 他的屁兒子 前一陣子 我就是一路跟他們學 老三打排球 我現在是排球專家 老二吹 吹喇叭 他參加Jazz 我多討厭 我是喜歡古典音樂 我學古典音樂 可是 他要那個 我就在那邊都要睡著了 可是我一定要送他去聽 慢慢也聽出了道理 大打打籃球 我就每一樣他們做的事 我就跟他們學 結果呢 他們非常喜歡這個Football 前 前大概一個月 我一打開電視 不得了 UCLA 在跟Miami打Football 嘿 UCLA 是我兒子的學校啊 我就把他唱開 哎呦 最後五分鐘 那一場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那一場 一比三十四 LA是一 Miami 最後五分鐘 結果那個男孩 那個男孩 我當時還叫Saint 還什麼東西 我忘記了 他三個touchdown 最後三十五比三十四 贏 我只看了五分鐘 我就跟我老大 text說 哇 UCLA贏 他馬上就回來 他還跟我說 你有看啊 然後就很興奮的跟我講話 然後他說 C Never give up 然後我在想 這是我從小教你的話 你先來教我 就有話講 你一定要喜歡他喜歡的 你不喜歡剛開始 沒問題去培養 你就有話跟他講 那個 老二大學畢業要去Saint Diego 念研究生的那個暑假 跟他的女朋友 他女朋友 就週末就來我們家 那一個暑假大概有好幾個weekend 我先生呢 就跟他們玩一個board game 每一次來就 我們就切點cheese 麵包 很簡單 然後 他們就玩board game 後來等到他去Saint Diego 要走以前 最後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 那個 那時候還是他女朋友 現在才結婚 他就說 Mrs. Cal Mr. Cal 這個暑假最快樂的事就是跟你玩 大學畢業了 你的孩子就喜歡跟你玩 你就要跟他玩 那我就常常看到爸媽是 叫孩子 哦 然後你自己就打電腦 你自己做你的 哦 你就provide他一些東西玩 他不要 他要你的時間陪他玩 我們的孩子不貪心 我們所有的人來 他不會要吃什麼大好東西 可是有爸爸媽媽陪 他就是最快樂 最近有一本書說說 那個缺席的爸爸 我念給你聽啊 他們做的調查 2014年 美國犯罪調查 所有自殺的人裡面 63%沒有父親 報復性的強姦犯 80%從小沒有父親 都是來自沒有父親的單親家庭 32%的孩子沒有跟著生生的父親生活 也就是說跟他stepfather 很可憐 沒有父親 因為神說 男人丈夫是頭 你要負責帶領這個家庭 你會發現 但是 很很有一些 夫妻其實不和 可是沒離婚的家 的小孩 要比那個離婚的小孩還幸福一點點 雖然有傷害 我們求神保守我們 走正確的人生路 好好的 敬畏神 愛丈夫 尊敬丈夫 尊敬丈夫 順服丈夫 愛妻子 然後帶著我們的孩子 孝順我們的父母 這是我送給各位的幾節金句 那其實你們不需要 因為你們都有聖經 我是要送你有一些木道朋友 因為我真的要跟木道朋友們 很敞開心的講 如果你沒有神的話 這個家庭生活真是太難了 當然我們不是說 不要小孩去學什麼鋼琴 這些記憶的這些東西 我們把這些學習的 當作是一個工具 教導我們的孩子 有一個 懂得怎麼樣掌管自己的時間 怎麼樣負責任 他的結果呢 最好就是他能夠 enjoy 他喜歡這樣 他不喜歡 就不要學了 我們 我們那個老三 很有一些音樂的女人 他從小脾氣最壞 所以我就先讓他學了鋼琴 然後又學小提琴 我求神 藉著這個音樂 把他的裡面的anger 他不知道怎麼那麼多anger 把他引出來 就到了十 初中的時候實在太貴 我的先生說 他再這樣下去的話 他大學學費都沒有了 因為都學了這兩個音樂 你知道都一塊錢 一分鐘的 好貴 然後我們就說 那你只能選一樣 這個孩子就 一個下午就在裡面 小提琴 鋼琴 玩一玩玩想想 想了很久 選了一樣 我們就只好停掉 可是沒有什麼不好啊 他到現在拉一拉 還是很好聽 他 enjoy 然後不要給你的孩子 太多物質的享受 他 我看到現在的父母 我也很為現在的人高興 他們有這樣的條件 帶孩子參加 我們的孩子都還沒有參加 我不是說比較 不過我就是想 很小就去 cruise 很小就滑雪 很小就很多高級的這些享受 我告訴你 所以當他有這麼多選擇 每一個寒假暑假都出去玩的時候 他對他身邊的玩具 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要的是更刺激嘛 人就是這樣 好要更好 好要更好 所以有時候要按捺一下 我們不要給我們孩子太多的享受 他才懂得珍惜 那個老大找到他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們就陪他去找房子 找房子住在哪裡啊 我們想看一看 所以呢 簽了約什麼都弄好的時候 好輕鬆啊 找到工作了 又很開心 然後他就說 我可不可以給我自己買一個禮物 我們說當然可以了 我們說你要買的話 我們出錢點裡買 我還以為他要買什麼 他就帶我們到Toys R Us 現在已經沒有Toys R Us 那時候還有Toys R Us 挑了一個Transformer 9塊9毛9 我想你也真是有點水準吧 他就說媽媽 這我小時候好想要 可是我知道我們不可能買 因為我們家是單親 單 那個什麼 我先生一個人上班 我在家 Single Single的Income 所以呢 我們的每一毛錢都要存好 然後給他們讀書 所以他說我好想要一個這個 現在我自己賺錢 我就買一個 他好開心 然後他每隔幾個月 他就存了一點錢 就給自己又買一個Transformer 這一次暑假我去 有點太過分 你知道還有兩個 比這個矮一點的Transformer 放在他的那個Island上面 好大 他說你幹嘛 他說這是我的 然後呢 然後他就只給我看 每一個部分都可以單獨拆下來 變一個 結果後來上個禮拜一 他現在住在Tustin 上個禮拜一要被撤離 因為那個山火 也到他們那邊 結果他剛從Seattle回來 進了家門 就說幾個block以外 已經強制撤離 下一個就是他們了 呦我一聽 哪排在燒 那邊在燒 我就說那你要拿什麼 他說他們兩個都是檢察官 所以他說我們第一 就是要把所有的案子的東西 不在電腦裡 全部搬上車 我說那第二呢 我實在不知道他要搬什麼 他說Transformer 我聽了就不太緊張 他還會想到Transformer 所以你自己快樂 你跟神的關係好 跟人的關係好 跟自己的關係 我們常常最難是跟自己 你在幼年的時候 受過多少的一些傷害 從大人來很多 最近我讀得越來越多 很多男孩女孩小時候 就受到過性的傷害 只是沒有人講 即便沒有性的傷害 可是你的叔叔伯伯表哥 什麼男性或者是 什麼大人 在你的屋子裡面 做了什麼 可能你都忘記 但是那個在你的身體 在你的心的深處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傾向 或者是有什麼 總是覺得 不是很好的 求神把這些垃圾拿捏 我們裡面不能再有垃圾 當我們非常乾淨的時候 來到神面前 神就出來了 求神幫助我們 除去我們心裡面的罪物 我們有形無形的 我們自己知道的 或者別人坐在我們身上 求神幫助我們 然後我也不覺得 我是一個多好的 多好的母親 不過如果說 有一些分享的話 我就三件事情 我跟大家分享 在他們小孩小的時候 跑來跑去 我就聽到 他們彼此在說 那個東西在哪裡 找不到 結果那個老三就說 在那個房間 那個什麼地方 書架前面 就他們說在哪裡 他們說媽媽每天 祷告的地方 我覺得如果說 我要自己要寫 寫一句話 來勉勵我自己 我的孩子 對我的稱讚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大的鼓勵 他知道他的媽媽 每天會在那裡祷告 那老二十幾歲的時候 問我一個聖經的問題 我就回答他 他非常滿意 然後那時候 我先生還沒有信主 我先生是去年 聖誕節才信主的 才受洗的 信主 那時候他還沒有 他們對他爸爸 信耶穌是帶著 非常大的重擔 這三個孩子 我回答他 那個聖經問題 那個老二就說 爸爸 你跟媽媽在一起 不跟他讀聖經 就好像你跟 Michael Jordan在一起 不跟他打球 你們知道 Michael Jordan 上一天堂 你講說我真笑死了 他們的偶像 那個NBA的 他們三個人 一天到晚打籃球 所以他跟他爸說 你跟Michael Jordan 在一起不打籃球嗎 你絕對會要跟他打 你怎麼跟媽在一起 不查經的 結果老大呢 老大最近一次 我就說 哎呀這個邱麟營 要我來講 我現在不知道要講什麼 那個 媽媽有什麼做不好的地方 你們跟我講 我可以勉勵他們 叫他們不要跟我一樣 想想也沒講什麼 結果 他就講一講 他就講起來 他回憶起 他前面辦過幾個案子 其中有一個案子 完了以後呢 那個陪審團 有一個老先生 就過來跟我兒子說 他說 我如果是你的爸爸 我一定會 以你為傲 他說 你有沒有要你的爸爸 來看你上庭的樣子 他說沒有 太遠了 他說你的爸爸 是怎麼教你的 可以教出這樣一個檢察官 結果後來 他那天這樣講講 我就說 我實在不懂得教 我不記得我教過你們什麼 他就忽然說 他說媽媽 其實你不用覺得 你有沒有教我們什麼 你平常做的事情 我們都看到 我覺得 這句話我要記得寫 寫在我的本子裡 勉勵我自己 因為我做的 我的孩子都看到 從小一直到這樣子 所以他們是一個 是一個政 一個社會 我可以說 我有回饋這個美國社會 美國社會 美國社會 把這三個孩子 在這樣好的一個學制裡面 把他們教養成人 他們好好的做人 所以 各位 時間是很快 我還記得我老大初 離開我身體的那個感覺 溫溫熱熱 可是他現在已經成人結婚了 你們也一樣 很快 當你看到你的孩子 走在正路上 跟你講這些話 什麼 那就是最大 rewarding 其實你說 strategy 我的孩子不起床 我的什麼 就 禱告 我告訴你就 只有禱告 因為 我講話你不聽 我就禱告 求神來管你 然後呢 我真是要求你們 放手 每個階段 因為這個孩子 不是你的 不是 也不是我的 是神的 神教管我 所以我在小的時候 我能教他的 我教了 該放手的時候 絕對要放手 我從 我的每一個孩子 從小學三年級以後 我就不管他們功課 真的 我不管他們功課 你功課不教是你的事 我不管他們 他們規規矩矩讀完書 我不看他們的練鋼琴 鋼琴老師管你 鋼琴老師說 不教你的時候 我最高興我不要付錢 你知道 你不能一直管著你的孩子 你不放手 這個孩子永遠不會長大 你一定要放 因為 放手其實就是 熬練我們的信心 因為我們不放心 我們就把這個 不放心的心 放在神手裡 祝你 你與他同在 他們一定會活得下去 他一定會從他自己 不負責任裡面 學到功課 那個 其實這個課跟上一堂 那個夫妻之道 不是這一個鐘頭 可以講完 對我們太不公平 他們應該給我們十個鐘頭 十個鐘頭都不夠 所以我就想出個點子來 我們有extension 他們兩位的電話 你們一定也可以要到 我的電話你們可以要到 如果個人私人的問題 你們可以直接來問 不是在這個營地 不是在這個營地裡面 而已 回到家裡 一通電話 或者是 WeChat 什麼 我們都可以很容易聯繫到 因為 每天的點點滴滴 做父母的 確實常常會要抓狂 那我不能說 你去禱告 其實是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方法 那我如果在這裡講方法 適合你就不適合他 絕對是這樣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這樣 然後求神改變我們先 我是不是一個真的正直的 充滿愛的 愛神 我發現 講回到孝順 很多時候你就跟你的公婆 跟你的丈夫 跟你的妻子 跟你的岳父母 就是搞不來 你的孩子都知道 我們先生一個人 她 我的公婆都在台灣 他們其實我們辦了他們 八幾年的時候 他們不習慣美國生活 他們就回台灣 我們家五個人 你說我們每年 回台灣的錢有多少 我們不可能 所以後來我就 我們開會了以後 就決定 我和三個孩子 四個人的機票 給我先生四年回去 你懂嗎 就每一年他回去 我們support他 都很吃力了 說實在 所以一直到現在 我先生非常孝順 他現在就在台灣 他退休了 退休以後呢 我的公公過世了 就我婆婆96歲 所以他每一年 要回去兩次 每一次六個禮拜 照顧我的婆婆 當然有外勞 可是他必須要在 而且對他的兄弟姐妹 過不去 我們不可能說 我們在美國 他們照顧媽媽 所以他現在在台灣 然後 我的孩子們就說 哎呀我的母親 那個時候我不能回去 四月以前 我在這邊照顧我媽 我媽92歲那時候 現在我媽過世 我明年春天 我可能也要回去 借我做媳婦 我可能沒辦法回去 那麼久 因為我還有教書 可是我相信我婆婆 會了解 但是我們這樣子做 不是因為說 我們自己對得起我們的良心 對得起神 然後孩子們看到 所以他們現在就在組織 就是明年二三月我回去 都跟我一起回去 看他們的阿嬤 他們不會說 想要把這個架留著 去別的地方玩 他們說我們應該去看阿嬤 因為我媽媽一過世的 下一個月 他們就說 媽媽我們該回去看阿嬤 他們大概有感而發 當然平常我們有打電話了 可是不夠 所以 孝順 我們中國人也說 百善孝危險 一個人不孝順 我告訴各位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 當然是神的教訓 但是我看到太多 我在Berkeley做學生工作 現在我 現在這個學生工作 往更年輕的人手上交 你知道嗎 Berkeley的博士 會叫他的爸爸跪在地上 他叫他爸爸跪在地上 跟他意見不合 說跪下 你知道這是禽獸不如位 你讀多少書 你有用嗎 你的孩子將來看到是怎麼樣 可是這個人是怎麼樣 被他爸打大 所以他也打他爸 打他孩子 我們 我們真的是要知道 我們這個很多悲劇 是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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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下去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是很無辜的被 被 被 Mistreat OK 因為認識耶穌基督以後 我們是一個新造的人 我們那個悲劇 就從我們這邊斷掉 我們從頭開始 以後都是新的 我們就過一個新的生活 我告訴你 我們做妻子的 我真知道 不要做那個爭吵的婦人 聖經講了兩遍三遍 那個愛爭吵的婦人 好像屋頂的漏水滴滴答答 那個丈夫寧可住到屋頂的 那個腳上也不要 真的是寫得很好 我們會忍不住 可是你忍不住的時候 你就把那個滴滴答答 去講給神聽 真的 你講多難聽 我相信我們的神都知道 他怎麼樣 你就當講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神的愛充滿我 我們就可以 我們可以過過來 你知道沒有一個人的婚姻是容易的 我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我的先生下了班 他一個腳我還記得 我現在還在笑他 他說哎呀這個要記一輩子 我說當然了 這是一個Mark 他怎麼樣 他下班回到家脫鞋 右腳的鞋 左腳的鞋 然後就走進去 兩個鞋 脫在這邊 不收起來 而且是不一樣的地方 你懂嗎 然後我就把他鞋 收起來 放在這 然後幾次以後呢 那時候我們剛結婚 我說你鞋可不可以 脫好就放著 他說你吵什麼吵 他很凶耶 他說你幫我剪這個鞋子 也不過一輩子 哎 我告訴你啊 我十四歲 信耶穌 我覺得神的愛就在我身上 我當時一點都沒有不高興 哎 我就想哎 對呀 就是剪一輩子嘛 所以呢 我就每天幫他把鞋子收好 放著 也沒有一輩子 大概半年幾個月一年 他後來就自己都放好了 我們不要 我就覺得神保守 神保守 我們 我 不要跟他爭 我有一次那時候小孩小 我就燉了雞湯 燉了雞湯 煮了雞湯麵 還握了個蛋 加了點青菜 我就好不好 我們那天就吃那個 因為我那個時候還要教學生 然後我的老大還小 就我們三個人吃飯 就這樣 你知道他把筷子一丟 他說 你去問普天下的男人 哪一個下班回來 一碗雞湯麵就夠的 哎呀 我刷死了 我想 從此以後 我一定要兩菜一飯一湯 一葷一素 而且他不准我做很 那個 譬如說要擄的 他就生氣 他吵死了 那個抽空機又很大聲 所以他規定我一餐飯二十分鐘 你問徐某我做飯快不快 做團氣的飯幾十人的 真的就是一兩個鐘頭就做好 我做我們家的飯 因為我 我還沒有做以前 我都想好這個禮拜 怎麼都弄好 所以很快 我現在跟你們講 因為我跟他講 我說你知道你年輕的時候是這樣 他說哎呀 真的很不好意思耶 然後他說 你現在給我什麼麵我都吃 我告訴各位 因為苦日子會過去 你如果一直記得那些 你就不快樂 我肚子那麼大的時候 老大在三歲 生老二 老大三歲兩個月 然後我公婆也來 然後呢 吃完飯 算是一家子很多了 我肚子好大 那個水槽都過不了 結果我先生就說 我洗碗 我幫你洗碗好了 他們是台灣人 我公婆都受日本教育 你就知道了 他說我幫你洗碗 我婆婆就把他推開走 我洗 我怎麼能夠讓我婆婆洗碗呢 我說我洗 他們兩個就都走了 你知道我曾經非常郁悶 非常苦毒 我想你的兒子是人 你的媳婦不是人 你的媽是人 你他也不是人 只有他那麼 我說我平常一輩子洗碗 可是我就在最後 好像洗完那個碗的兩三天以後 我就生了 是多不舒服 我還記得我是這樣子洗 因為肚子太大了 可是也就過了 我現在婆婆 對我很好 也就像女兒一樣 因為就這樣子 熬熬熬 然後神給我畫 神讓我知道 其實這樣不好 神最後一次 就是我的皮膚敏感 我們去買肥皂 買那個特別的那個 Kiss My Face 那個 那個 Olive Oil的肥皂 結果我婆婆就說 你 你 你是什麼肥皂 我說是我皮膚敏感 我說你用完這塊肥皂 我就給你 我講過這個 我說你用完你的肥皂 我就把這個 我給你一塊用用看 我就 結果我講完走進去的時候 我就開始 聖靈就責備我 我很清楚知道 聖靈就在我心裡說 如果是你的媽媽 跟你問你這肥皂 你是不是馬上給她 對 如果我媽問我 那是什麼肥皂 我說趕快用這個好 對皮膚好 可是我要我婆婆 用完她的那個普通肥皂 我才給她 我就跪下來 我就到房間裡 跪下來 更深 更深認真 我說這是錯 我的心態其實 我表面上 所有人都說我是孝順媳婦 可是我沒有那麼愛我的婆 從那以後我就改變 她每年暑假來 大概後來的六七年 我每一年 我就做她喜歡的 因為我很忙 照顧孩子 我就說你出去找你的朋友 我就送她去 所以她是唯一一個 沒有帶孫子的老太太 她很自由 因為孫子都我在帶 她可以去玩 她參加台語教會 之後我就陪她 我很討厭逛街 我從來不逛街 我陪她去逛街 然後她看不見 我們也沒什麼買東西 她看不見價錢 我就告訴她 這個三塊兩毛九 這個什麼 她就好高興 我們就回家 然後後來我就說 媽我給你買套衣服吧 她說我那麼矮那麼胖 我說我幫你跳 真的跳到了 她好高興 後來就每一年 我給她買了衣服 什麼 一直到八幾年 她就到九幾年了 她說 她說Amy 我一年比一年快樂來你這裡 我沒有想要她快樂 可是我覺得神要我這樣做 然後她說 今年是我最快樂的一年 她說這 我說說媽你每一次來 我都給你挑一套衣服 已經挑了兩年了 挑她漂亮衣服 我說明年 可是那一年 她最快樂的那一年 她回去我就再也沒有來了 因為我公公身體不好了 不太能走路 她就 我就知道 我很清楚知道 我學會了婆媳的功課 如果我沒有 沒有把握那些機會 我最新年也沒辦法 我的笑聲都在嘴裡 所以不要跟你的丈夫覺得 她愛媽媽多什麼 我剛今天誰說的結婚呢 還問問題 早上那個 我們的朋友啊 結婚的那天晚上 她跟她丈夫說 進東方以前 你先告訴我 你愛你媽多 還愛我多 我知道有人有這樣的心思 有人有這樣的想法 不要這樣子 這些都是很多小小小小的東西 都會造成我們跟丈夫 妻子中間的那些隔閡 一種怨恨 那我們 我們結束了 你們要趕快去game 我們禱告吧 父神求你賜福在座的每一位 和這次來的 每一個有得著你的 能夠更深的愛你 更深的體會你的愛 還不認識你的 天父求你打開他們的心 讓他們知道你愛他 你要改變他們 使他們重新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 父啊我們把我們自己也仰望在你手裡 我們有很多的軟弱 對我們的丈夫 對我們的孩子 常常有無力感 父啊幫助我們 給我們能力 讓我們這一生走得得勝 而且得勝有餘 感謝祷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阿們 好 那個 那個 可以跟我聯繫 那個 那個 大家可以說 春天飯的時候 在大堂集合 然後開始 流行 對 我們 來